这次中章头是民进党重兵服选要力求翻转的地方 所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再次率领了中章头三线市的党籍候选人 就是包括了林佳龙 魏明谷及李文忠一起召开记者会 蔡英文说这几年人民真的有过得更好吗 他要人民用选票告诉马总统 这不是人民要的台湾 呼吁年轻人也更要出来投票 明年开始迎回台湾 林佳群头高喊口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选前关键时刻 带着中章头三位党籍候选人开记者会发表关键谈话 让国民党输一次台湾不会倒 台湾只会更好 从地方开始迎回台湾 是民进党在这场选举的目标 台湾不是国民党的 也不是民进党的 台湾是我们大家的 强调人民要用选票改变台湾 呼吁年轻人一定要出来投票 坚定自己的选择 思考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真的有过得比以前好吗 对于自己的选择要有信心 不要被突发的事件影响 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选举 可以平顺的落幕 天佑台湾 林佳龙 魏民谷 李文忠 绿营 中台湾 三选将 大团结 携手诉求 区域治理 相信年轻人的投票率有高 这场选举的结果也几乎可以预期 改变的力量会取得胜利 我们三个真身败都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中张头崛起 让我们张望脱胎换骨 翻转中台湾指的是 我们要提供新的希望 我们要提供改变 林佳龙 共帅 主席蔡英文愈驾清真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 誓言改变台湾 就从翻转中张头开始 你是新闻 沉沉沉淀点 SNG小组 台中报道